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 因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2月6號晚間去世 據報導 李文亮是最早向外界發出 武漢肺炎疫情警訊的人 因此被外界稱為武漢肺炎的吹哨人 李文亮去年的12月30號在同學群裡發布 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 最新消息是冠狀病毒感染確定了 正在進行病毒分型等消息 提醒同學注意防護 但不久 他就被當地的派出所 以在互聯網發布不實言論為由 傳喚訓誓 此後 中共官方繼續掩蓋疫情 黨媒也出面宣傳阻止人們所謂的造謠傳謠 終於導致幾週後疫情全面爆發 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在大陸網路上引起洶湧的輿情 網民們在哀悼的同時 也憤怒譴責中共政府警察和黨媒央視 要求他們道歉 有人說李文亮是死於兩種病毒 一種是冠狀病毒 另一種是共產病毒 2月6號 江西省宣布全省封閉管理 根據江西省疫情防控應急指揮部發布的公告 即日起全省所有的村莊 小區進入人室 都需要出示有效證件 進出要量體溫 同時 非涉及居民生活必需的公共場所一律關閉 遼寧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 在5號也印發了疫情嚴查嚴控措施30條 聲稱對全省村莊居民小區一律實行封閉管理 小區的居住人員出入 需要憑證件並測體溫 外來人員和車輛拒絕進入 加上之前已經全面封鎖的湖北 還有南京、杭州、合肥、哈爾濱等多個省會城市 目前中國已經有3個省65個城市宣布封閉管理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